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 卢浮宫本应严禁奔跑 而现在有一群健身爱好者 正在雕塑和艺术品旁 挥汗如雨 前来运动的参与者们 得以在卢浮宫开馆前的一个小时里 在四个著名展厅中 以及走廊里 尽情舞蹈和跑动 在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雕塑为特色的 玛丽中庭 参与者们享受了一堂宁静的瑜伽课 新当人电视台 实习记者初级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